过个安全年 咱们也得过一个干净年 许多朋友已经开启了迎新模式 大扫除 洗洗车 这洗车啊 大伯都知道 越到年底了 洗车越贵啊 那么济南的洗车店 目前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洗一次车 得花多少钱呢 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中午12点 记者在济南市玉兴路一家洗车店看到 门前的空地上停满了等待清洗的车辆 店内的工作人员正忙得不亦乐乎 咱这一会儿的话是洗车已经洗了三十来辆了 洗车店的负责人说 临近春节 洗车的朋友非常多 员工都进入了加班状态 随后记者又随机走访了土屋路和二七南路的洗车店 平均一天两把九又吧 因为车比较多一点 现在就是排队现象可能多 可能洗的到时候有点不太好 有时候就是大差不差就是了 过年的 赶过年的时候 现在关于洗车量的话 目前还是一个比较平风的状态 估计到小年以后 这场雨雪过了以后 那个洗车量肯定会激增 除了洗车忙 商家也纷纷表示 以往不少车辆都集中在春节前一段时间清洗 洗车工会放假 洗车服务市场供不应求 价格和服务对象也会进行相应调整 那月24号就非会员的话是调整价格了 然后会员的话是正常使用 因为我们平常价格是40到50不是吗 就是涨到10块就是6070就这样 我什么时候开始了 就是小年以后 到小年以后以指服务会员为主 就是洗车的话只针对会员 年底洗车不仅价格上涨还要排队洗车 这也让一些免费洗车和自住洗车成为了车主们的新选择 在加油站只要一次性加油超过180元 并可以享受免费洗车 正常情况下洗车的高峰期一般是 比如说节假日之前 或者是雨雪天气过后的第二天 最高峰的时候 这两台洗车机一天能洗到超过1000辆车 如果车主特别忙碌 也可以提前预约4S店蹭个免费洗车服务 或者网购一套洗车工具 也是不错的选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